中国正陷入了疫情的反扑 封控的噩梦之中 整个事情发展下去 预言了中美大战最后的结局吗 我们要告诉大家 拜登绝杀手段曝光的背后 封杀AI晶片 原来看到中国如此这般的威胁 从新疆最神秘的精烈准AI战队 背后揭开怎么样打造AI无人机 AI潜艇的战略野心呢 没错 最新的消息 拜登又签了一个新的行政命令 这个命令非常的厉害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 他推出一个520亿的晶片法案 你拿这520亿晶片法案 你就不能去中国投资 但现在不是这回事了 不管你有没有拿到那520亿美金 你只要去中国投资 跟AI晶片跟这个半导体有关的 你都要先进过申请 如果申请没过 对不起 就不准去投资 那个称之为所谓的 对中国晶片毁灭战争正在开始 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字眼 因为甚至有人这么认为 如果今天你只是禁止 灰达跟这个AMD的晶片 那你要不要禁止台积电跟三星 都不能替中国任何的晶片来设计呢 会吗 会这样吗 现在没有事情不可能 当时他们在禁止华为的时候 是不是要求华为占台积电 10%的业绩 台积电硬要吞下这10%业绩 跪为零 对 整个制裁 我们现在的理解是 7奈米或者更先进的先进制程 你当然不能够去帮大陆的业者代工 以免让你偷走的技术 你说在往更早之前的 所谓的成熟制程 只要design in China 你都不得帮他代工吗 没错 现在只要是中国design的 全部不能交给台积电电店 来做代工 甚至不能三星代工的话 事情非常大条 事情非常严重 他们怎么办 对 好 这时候其实我们最近 在媒体上常看到一家公司 叫智路资本 智慧是路式 马路路 这智路资本 其实他背后老板其实来自于中心 那么据了解可能有北京的资金 这个智路资本很厉害 他没有明目张胆的 去把国外的公司百分之百吃下来 他以10%的持股 去买了一家加拿大IP公司 叫阿发卫 10%大家都没注意到 你没有超过20% 甚至没有超过50% 我不认为你是实时占有 但是你知道虽然拿下10% 他跟这家IP厂商是有签合约的 意思说他们如果拿到技术的话 这些技术可以无条件的转移到中国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X86已经不行了 ON将来可能会禁绝 中国在做伺服器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没有架构了 所以现在只能用的就是 我们说的所谓开放式的架构 而这开放架叫RISCV 最近股价常很凶 可是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阿发卫有一家公司 非常厉害 他叫做Open5 他把它买下来了 这Open5是多厉害呢 因为它是全世界首个生产 RISCV晶片 这是一回事 它还生产是SOC SOG叫做小晶片 它已经可以做到智能晶片了 而且重点是它已经出货了 而且是什么呢 它是用台积电5奈米来生产 而且重点事情是 你知道它掩盖得很好 这个收官的顺略就2.4亿美金 说了一个大白话就是 今天他买了10%的加拿大这家IP公司 顺着这个IP公司的子公司 隔了两层顺藤摸瓜 摸到了台积电 最前沿的晶片跟技术了 没错 而且你知道这件事 神不知鬼不觉怎么回事 因为它在这个2.1亿美金的 收购过程当中 其实有经过美国相关的 政府的同意 但是这个事情 被一个众议员给发现 不对 开玩笑 这个所谓的Open5 可不是一个小公司 所以现在才发现到 原来他已经绕到台湾 竟然生产晶片 而且是以收购的方式 直接提供这个中国来运算 好 前面一开始告诉我们 从整个AI晶片的禁绝 杀 要更杀 大家都在问 怎么会出这么重的手 到底是看到中国 什么样的野心 这一点我们谈了很多 今天跟你讲一个 有画面 很有感的面向 居然中国现在默默在发展 超级军武 他们到底干嘛呢 对 超级军武里面 其中最关键的是超级电脑 那我们都知道之前就传言 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低调 他们事实上已经发展了 所谓的就是最新的 Extra Flop 就是我们说超级电脑 最顶单运算能力 而且据了解它的运算速度 不输给美国最强的Frontier 好 那这个消息 其实它最近开始低调 可是有一个消息被抓到 就是商汤 商汤称之为中国AI五王子 AI四公子最厉害的 他竟然巧巧地在上海 发展出了一个 所谓的超级电脑园区 等等 商汤不是已经是 美国制裁的黑名单 是 中国AI四小龙 我已经狙杀你了 我已经封杀你了 怎么越杀越大尾还飞龙在天 对 这就有趣的事情 我已经是禁绝你的 可是它竟然可以绕道取得 AMD跟这个所谓的 灰达的所谓的H100芯片 那这个超级电脑 每个超级电脑 都要放上数百千个这样的芯片 那人家去分拆 如果没有美国的晶片的话 它的计算模式只有0.28 Altra Flop 所以与E是有段距离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把它晶片 给取消掉的话 它其实没有把它达到 这个超级电脑的可能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就要开始留意 而且你知道中国是满狠的 它为了训练AI可以自主应算 他们竟然拿一瓶沙拉油 换了所谓的运算能力 什么一瓶沙拉油换运算能力 这怎么换 因为一般人他不愿意 把脸卖给政府 所以他去找了 到河南找了一个小部落 这个部落跟他说没关系 跟这些老人家说 我给你一瓶沙拉油 你可能是戴口罩 你可能是遮掩 你只要卖个脸就好 这些老人家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超过1500个人 就为了这个沙拉油卖了脸 那也不得了 因为经过了高速运算之后 他透过这样取得 他可以把这些事情 用在军事上面 因为他已经可以达到 所谓升级版的人脸监控系统 你的意思是说今天 我现在河南练兵 一瓶沙拉油 我就拐走你的脸 我在这边练习AI 练习人脸辨识 到炉火纯青 但是这个技术 我一旦移植到 空中军武无人机的大脑 我就可以精准斩首 没错 事实上中国也在思考一件事 万一发生所谓的 所谓的太空大战 它的这个卫星 会不会被处理掉呢 你知道最近有个惊恐的事情 你看到这架五人机非常特别 它的翼展非常大 而且是双主机 这个叫做起明星50 它在这个陕西云林 终于首飞成功 虽然首飞的时间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你看它的翼展翼上面 满满的太阳能 它真的飞得上去 你看它的气氧这么长 真的飞上去 而且上面全部用太阳能 完全没有任何动力 最了解它飞的高度 可以高达2万公尺 从2万公尺的高空长期滞留 而且可以做到什么东西 包括我们说高空侦测 地理测绘 还有包括通讯中继 你能想到这件事情 这个类卫星 它是可以控制更多的无人机 因为在2万公尺的高度里面 可以掌握周围的这个讯息 把这讯息交给所谓无人机 发动攻击 或者其他的战事运用 这有没有可能 听起来让人家觉得某某的 它简直就是一个悬在头顶上 永远飞不累 因为它是太阳能的 没错 一颗类卫星飞在你头顶上 它是大脑 它指挥的拳头是什么 也是无人机 而且据了解 这种自飞的时间里面 恐怕是超过两个月 都在空中上运行 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心 主要原因是在去年 珠海展里面 首次曝光的一个叫做 彩虹817的微型无人机 不要小看这个家伙 这家伙是一个像我们说罐头 但是丢上去的时候 它变成是一个螺旋架 四轴的螺旋架 可以到处去飞 而且里面它携带是炸弹 它的重量不多 才800克 它不就是中国版的 这个叫做弹簧刀 没错 游荡弹药 而且你知道弹簧刀 一般来说都是军人 携带身边 看到敌军的时候 再去释放 因为它大概就 15分钟的一个行程 对不起 它的设计不是单纯 是用军人来携带的 它是交给谁 它是交给更大型的无人机 包括彩虹4跟彩虹5 携带 每个彩虹5跟彩虹4 可以携带至少100枚的 所谓的彩虹817 围形无人机 那个可怕的画面 都是无人操控的 无人战场 无人机释放无人机 而这个无人机是游荡弹药 它是鹿板的弹簧刀 这是中国的野心 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开始有点感觉了 我们有带你到 山高水远的新疆 这支名为精烈准最神秘的 AI战队 它不是老鹰 它比老鹰更可怕 事实上这个战队 在媒体上面极少曝光 那透过所谓的一些讯息的收集 大约知道是在2017年就成立了 那这个部队之所以被人家知道 是因为有一次 在旅战斗的过程当中 它几乎是全中国最强的战斗旅 这件事引发了大家注意到 也就是说任何部队 跟他做一个旅对抗的时候 基本上都被他歼灭 在一个画面上面就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阿兵哥 他手上拿了除了身上 攜帶的一个所谓的武林的 那种机枪之外 他右手拿了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放大来看就是一个无人机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的 在每次旅对抗里面 都能够胜利 因为他在战事上面 很明显是一些会丢出这个无人机 先知道战化就飞 你看就这个无人机 他丢出去之后 可以了解整个状况敌情的时候 那么发动攻击 这个所谓的无人战队 不管是水底游的天上飞的 都是无人化 一句话就这么讲过去 但如果回过头来倒带 如果刚刚我描述的水底游天上飞 都是同一个武器同一个载具 那会不会太可怕了 潜艇他除了可以潜水之外 他浮上水面之后还可以展翅 以120公里每小时速度超高速运行 这个只有电脑的动画做得出来 对不起 南环早报在南京 就宣布了在南京航太大学 已经打造了一个叫做 飞天无人潜艇这个原型 而且已经原型照出来 就看你画面所看到的 这个潜艇非常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 因为如果假设他对目标物发动攻击的话 除了他数量非常惊人 他可以导引你对于潜艇的一个 判断的认知 但是一旦他被发现到的时候 你要对他攻击的时候 他突然就飞上天空了 如果你飞上天空的时候用雷达被锁定的时候 他可以在潜到海里面直接去攻击 所谓的你这个水面上的目标物 非常惊人 他底气不大 但数量惊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其实还可以在高空中去探知 到底这附近的雷达的布置方向 把这个讯息交给相关的潜艇 而且最恐怖的事情是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 你所最近公布的一个消息 这个台湾真的要留意 他们说2030年战争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你所看到的画面 你所见到的东西 天上飞的是无人机 海上走的是无人船舰 而海底下走的是无人潜艇 而且这些无人潜艇 他们有很大的目标 就是如果你的航空母舰 从菲律宾出来的时候 我直接用我的无人潜艇 直接对你的航空母舰 直接做彻底的攻击 这是未来的战事 无人机再加上超级电脑 中国将可能成为一个无人机巨霸的 一个军事帝国